常听德云社相声的听众都知道 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 在相声作品和采访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我最爱的是京剧 其次评书和相声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京剧才是郭德纲的心头肉 是他的最爱 让人没想到 郭德纲把相声从小剧场带火了 可惜郭德纲在相声上的造诣越深 也就意味着他离戏曲走得越来越远 但他甘心吗 郭德纲是不甘心的 从他接收桃阳为图和成立麒麟剧社开始 到后来捕败京剧大师赵灵彤先生为师 再到如今亲身参与一场场的京剧演出 都在证实郭德纲对戏曲不甘心 因为他真的喜欢 吃唐僧肉长生不老 骂郭德纲大红大子 已经成了取义界的共识 可是相声同行这么说也就算了 没想到郭德纲想唱京剧 京剧行业也有权威人士评价 说郭德纲这是糟蹋艺术 10月30号 郭德纲的义子陶阳 代表德云社给郭德纲的师傅扫墓 打了这些人的脸 郭德纲在京剧行业的师傅 是奇派京剧大师赵灵彤 当时老先生在医院养病 跟郭德纲约定好了 出院以后正式拜师 不想老先生病情突然恶化 没能实现双方的约定 可是有情有义的郭德纲 还是坚持拜师 由老先生的妻子代为收徒 10月30号 陶阳去杭州专门看望了 老先生一家人 还亲自去给自己的师爷扫了墓 陶阳的这个举动 真是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 郭德纲唱京剧不是糟蹋艺术 也不是蹭热度 是真心真意 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对于郭德纲来说 拜师一个已经去世的老先生 远不如拜师一个健在的老先生 得到的好处要多 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 坚持拜师 完成老先生的心愿 并且经常去探望师父一家人 给自己的师父扫墓 在陶阳晒出来的照片中 有他跟郭德纲师娘的合影 他站在老前辈的身后 身子微微倾斜 真可谓是避宫避静 让大家看到了德云社演员的教养 曲艺界一向是一个人走茶凉的地方 可是郭德纲在对待自己师父 赵灵彤这件事上 真是给同行做出了表率 那些质疑郭德纲唱京剧 是为了蹭热度 是糟蹋艺人的人 真是该感到脸红了 公道自在人心 陶阳这次给自己的师爷扫墓 展现了德云社尊师重道的一面 也证明了德云社唱好京剧的决心 德云社作为一个民间团体 不像那些京剧院团 有官方补贴汗烙保收 刚开始唱京剧的时候 一天赔好几万块钱 如今德云社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像喜欢相声一样喜欢京剧 如此大功一见 真是值得表扬